国民党屏东县长参选人苏清泉 质疑26号的选举投开票存在舞弊 于28号向屏东地方法院提出选举无效诉诉 申请证据保全及验票 但证据保全部分29号被法院裁定驳回 苏清泉表示驳回理由是提供的市政不足 他将持续搜集其他市政提出抗告 在26号台湾九合一选举投票中 依据台当局选务机构的计票结果 民进党屏东县长候选人周春敏 以领先国民党屏东县长候选人苏清泉 11077票的微弱优势当选屏东县长 而苏清泉质疑开票计票存在舞弊 28号前往屏东法院提出证据保全及重新验票 发起选举无效诉诉 29号傍晚法官证实苏清泉提出的证据保全部分已裁定驳回 验票一案则还要开调查庭 对此苏清泉表示 法官驳回的理由是提供的证据不足以保全证据 他强调将持续搜集其他市政提出抗告 而根据台媒报道 岛内网络社群29号也传出一段屏东选举开票的视频 内容显示选务人员从头到尾都是低头唱票 且选票并未向外展示 而是直接看完念完就放在桌上 有资深选务人员表示 根据工作手册规范 检票人员需从票轨中将选票取出交给唱票人员 唱票人员唱票后再交由计票人员 平东县选委会也坦言 视频中的工作人员疑似先整票后唱票 目前正在调查是哪个投开票所 已厘清当天开票情况 国民党副发言人杨志瑜也呼吁检调 应立刻查办 厘清事实 还原真相